这个区别是什么 古代的药都叫做毒 毒本身就是草 说文解字里说草往往而生 就是草生的很浓密 这个概念 草生的特别浓密 那么所谓的药啊 或者我们现在民间有一句话叫是要三分毒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一定要听这个毒到底指什么 毒指的是 偏性 食物 跟药相比 他用的是他的平和之期 食物 药啊用的都是他的偏性 所以中药非常有意思 中药的采摘时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什么节气 就是中药啊 他的既然用其偏性 就是用他的 实际上中药的偏性是什么 就是用他的那个气 什么阶段采采的药 他的气是最足的 就像我们原先说过喝菊花茶 你实际上你喝菊花你用的是菊花是秋天和冬天可以生长的花 所以他金气 所以他金气也就是秋天和冬天 冬天这边冬天就是水 金水二藏 他补的是秋金水二藏 补的是肺和肾 补的是肺和肺 而我们现在喝菊花茶就是拿他干嘛 就认为他拜火 实际上你就要这么理解 那拜的是哪的火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 拜的是肺火和肾水的火 就是你下边长哥的那个火 就是大家那个要知道 所以呢 毒都是用其偏性 所以他那个采摘的时间就特别重要 什么药在什么季节采摘 现在的药呢 如果是大波种植的话就会有问题 如果不按着那个节气去采摘 那个药效就会出问题 这是将来中医药要非常的小心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实际上药是用来干嘛的呢 记住啊 药补不如食补是什么含义呢 记住一个原则性的一句话 就是药是用来振灾的 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 这个时候你当你人体的气血哪都不 都供应不足的时候 药可以用来振灾 但药不可以天天吃 他只是临时振灾 救急不救贫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我你病了 我临时的帮助你一把 你这个病所谓病是什么呢 病是气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 偏西偏盛的问题 当你这儿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用药来临时来给你振灾 而食物是什么 食物是可以天天吃的东西 所以食物是他的用他的平和之气 所以食物一定会比药要好的多 这是你人体可以吸收的东西 我们讲了这么多 黄金内经就告诉你为什么得病 你要先弄清楚 而且你不要太过分的以来 要只有身体要健康 只有靠每天吃饭 这是一个身体健康 是一个积精累气的过程 你要一点点攒起来 一点点攒起来 气和精都要一点点攒起来 才可以补益身体 所以这在过去 这叫经脉 就是你就记住一句话 那个人体是分十二正经和七经八脉 八脉都是 七经八脉都是藏元气的地方 在所有的中药书里 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叫做 所以没有一个药入七经八脉 就是没有一个药可以补元气 反过来他就告诉你这句话 没虽然没说 就是只有食物可以补益元气 可以补益我们的身体 好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